阎罗王扔下一本生死簿 连周围的语点都似乎不敢靠近 这诡异的一幕恰巧被小月看到 他捡回笔记 发现上面写着 只要写下名字 就能取人性命 小月觉得幼稚可笑 此时电视里正在播放连环杀人魔的新闻 他随手写下杀人魔的名字便去休息去 可没想到第二天 竟然真的看到嫌犯死去的消息 难道笔记竟然真的有魔力吗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小月找到了一个目标 这个卷毛多次逃脱法律的制裁 并且毫无诡异 小月取出笔记 写下了卷毛的名字 对面的卷毛竟然真的捂住胸口倒下去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拥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 此后的一段时间 立护黑帮的高官 逃脱法律制裁的官二代 甚至是严密看守的囚犯 统统死于非命 这种惩恶扬善的行为 让小月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人们称呼他为救世主基拉 可就在这天晚上 一道诡异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面对笔记的主人死神刘克 小月不但不害怕 反而兴奋不已 他以为死神是来收取代价 可刘克却狂笑不已 神灵根本不需要凡人的贡品 他赐下笔记 只是为永恒的生命增加点乐趣而已 而此时的警署中 警方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电视上 天才侦探龙奇召开新闻发布会 当众挑衅基拉 称他只是一个卑劣的罪犯 小月怒及反笑 在笔记上写下了龙奇的名字 40秒后 龙奇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失去了生命 就在小月认为天才侦探不过如此之时 电视上再次出现了龙奇的声音 原来刚才那人只不过是死球替身 而所谓的全球直播 也只是针对关东地区 这一下就锁定了基拉的位置 并且通过对比基拉的作案时间 龙奇推测出基拉应该是名大学生 可他们不知道 小月正是专案组组长的儿子 通过内网得到消息的他 改变了时间 在短时间内不停地杀死罪犯 可这种预盖弥彰的行为 反而让龙奇断定 基拉就是警务人员的家属 没多久小月就发现自己受到了跟踪 但警员们显然不知道 笔记还能设计死亡的过程 小月设计了一个劫匪劫持巴士 他假意见义勇为 为了阻止小月的鲁莽 跟踪者不得不主动暴露了身份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后 小月借助扔出了一张取自死亡笔记上的纸条 毫不知情的劫匪触碰纸条的那一刻 就见到了巴士后面的死神刘克 他恐惧地扣下了扳机 然而人类的武器怎么可能伤到神灵 劫匪仓皇逃下巴士 被营炼使来的汽车撞飞 回到家的小月为了摆脱警方监控 决定干脆干掉日本所有的FBI 首要的突破口自然就是那位雷探员 雷在他的设计下坐上地铁 然后取下架子上的对讲机 电话那头的基拉逼迫 他写出日本所有FBI的名字 不然地铁里所有人都会和他旁边的罪犯一样 雷只好照做 在他走出地铁的那一刻 就痛苦地倒地 回头望去才发现 基拉其实一直就在身边 与此同时 日本各地的FBI探员全部遇难 如此恐怖的大屠杀在警部 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大量调查员纷纷离开了调查组 为了挽救信任危机 天才侦探龙奇第一次主动出现在人前 通过对雷生前的视频回放 他分析出基拉很可能就在现场 而雷曾经的监控对象小月 再次成为了重点怀疑对象 这边当回到家的小月 就发现家里被人动了手脚 顿时明白自己受到监控 此后的几天 调查组不眠不休地监视着小月的一举一动 可就在警方的眼皮底下 基拉再次出手了 这下龙奇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他们不知道 有个帮忙探查监控死角的死神 只要一包薯片 就能轻易地完成杀人计划 就在调查再次陷入僵局时 雷的未婚妻 纸美竟然绑架了小月的女友 他主动说出了自己的真名 为的就是逼迫小月暴露身份 可小月始终不上当 忽然女友正拖出来 纸美下意识地开枪射击 女友当场死亡 纸美也举枪自尽 父亲赶过来安慰儿子 殊不知这一切都在小月的设计中 原来之前纸美就曾经找上过小月 而小月通过调查得到了她的真名 然后设计了所有的一切 如今小月以复仇的名义要求 加入基拉的调查组 为达目的联心爱之人都可以牺牲 死神刘克都感叹 他比死神更像死神 就在此时龙奇现身表示了 对小月的欢迎 手里还取出了一袋薯片 和当初小月那代一模一样的薯片 两位天才的碰撞才刚刚开始